台北市长柯文哲将拥有卡董作一分为二 多了一个人领薪水被外界批评为酬庸 日前的柯文哲宣布 拥有卡投资控股公司董事长林向凯 与拥有卡公司董事长戴继权薪水各砍五万元 而且必须要兼任总经理 这样就可以替纳税人省钱 没有想到这个方案在拥有卡公司董事会上没有通过 拥有卡肥猫争议不断 柯文哲决定将拥有卡董作一分为二 更被批评拿纳税人的钱搞酬庸 为了解决外界观感不佳的问题 柯文哲跟优卡投控董事长林向凯 与优卡公司董事长戴继权协商 两个人的薪水各小砍五万 同时也要兼任总经理 省下总经理的薪水 这样一来预计一年可省下四百万 但时日董事会结果大翻盘 决议只砍向林向凯的薪水 戴继权则原封不动 还撤回总经理兼任案 重重打脸可皮 我们会跟市长去报告 就是这个目标是不变的 可能就是考量到民股的 或其他公股代表的想法 我们会做一个比较圆满的处理 目前是尊重董事会的结果 但是还是会有林向凯董事长 还有戴继群董事长 有他们两位还是继续跟 民间的董事在做沟通 令人意外的是 当时在董事会上 总经理兼任案反对声让最大的 居然是公股代表 公股的代表 他认为 他认为应该比较正常做法是 董事长跟总经理要分开 公股的代表 公股的代表 不是民股 是公股的代表 不同的意见 不然就是需要沟通跟说明 我想没有太大的问题 替肥猫瘦身 市长急着解套 却被自己人扯后腿 显示柯P在市府内部 遭到了不少反弹的力量 这可能是柯文哲最头痛的问题 有点TV谢于昕 陈丽翰台北报导